戴口罩他是捲入 政治獻金假账案的 会计师端木正 这度依未遭文殊罪 依被告身份传唤 迅速请回 检方紧迫政治献金案 这也是目前柯文哲 涉入的众多弊案中 经流最明显的案件 要从中爬梳 有没有其他案的影子 传唤端木正来厘清 同时也锁定柯文哲 和他的妻子儿女们 检方为了厘清金流 11号下午来到 银行的总行调阅保管箱 以及租用的记录 里头甚至发现 查扣了有百万的现金 甚至还有论钱包 现在就是要来厘清 到底是登记在谁的名字下 对此陈佩琪表示 一银的保管箱 就是他的名字 外传就在第一银行总行 距离陈佩琪正值的联衣 车程不用10分钟 下班用保管箱很方便 检方复制扁案模式 毕竟陈佩琪如同潜在被告 仿佛当年的吴淑貞 本人变成了一个名人之后 我就很少去柜台了 用一个机器 对我来讲比价没有压力 但陈佩琪却被钟小平爆料 说有民众看到他在10号曾经到易营的信义分行 林贵恰功 陈佩琪的金流除了在其他银行还有在哪 检方不排除后续会约谈陈佩琪甚至三名子女 因为柯家子女都在日本美国 金流恐怕在海外 而且是走加密货币 你有够一千五百万吗 只用银行保管箱不用纳税不用登记 检方得先把和柯文哲相关金流逐一比对 政治不排除保管箱不止一个 销售的金流去哪了 有没有汇款 即将介绍 东京剧的鲁平永远 天北报道